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热点 包括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报道是李嘉诚又逃了 又赢了一回 那么海外其他的一些媒体 也公有公的说法 那个婆有婆的说法 那么其实包括很众多的什么正式的媒体也好 包括一些个人频道的媒体也好 他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也不说任何事情 因为他们对整个项目的贷款 对整一个项目的情况也不了解 那么今天常识就是澄清了 与那个合计黄浦地产成都项目无关 因为他已经卖盘了嘛 那么接盘的宇宙集团 集另外一家公司 他也集那个叫做成都瑞卓这个置地置业 他也说明了 他们不会误盘 那么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在八月份就已经central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要禁止合计黄浦成都 南成都会这个项目的融资贷款 及一切这个金融行为 那一边啊 常识已经说了 我们卖掉了 是吧 跟我们没关系 对吧 那么成都 瑞卓之地和宇宙集团 说我们已经central了 是吧 我们也不会误盘 那么 这个禁止禁令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甚至还有人说 为什么整一个合计黄浦 在成都的这个项目 886亩地 为什么当年2006年贷款的金额是26.21亿人民币 这里的很多的谜团 我引课都给你解开 那么因为本来我是不乐意再在沃夫迷迪安做一下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我个人频道说的不够正式 个人频道说的内容可能有一些这个华众取宠 那么我到沃夫迷迪安重新再说一下 为什么是2004年 就是合计黄浦进入重庆 为什么同时是2004年收购合计黄浦的那个宇宙集团进入那个上海 理由很简单 理由很简单 因为2004年 2002年江泽民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 到了2004年 中国的政局其实已经稳了 江泽民是太上皇 胡锦涛是儿皇帝 很稳了 那么贾庆龄呢 在2004年也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么上海牢牢掌控在江家的手中 所以众多的这个李嘉诚呢 选择了西南重政 因为东南他没有太大的利益 那么当年的时候 那个李嘉诚在2004年 用拿了21.35亿元 买了南成都会的项目 当初的时候楼面价是1030块 那么看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李嘉诚的眼光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中共一直在就是污蔑李嘉诚先生的 他是说到了2006年 合计黄浦将南成都会886亩 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 共获得了26.21亿抵押贷款 比2004年购买地的总价高了4.86亿 这个 这个叫做污蔑 这个叫做购骗 因为我呢 我在2013年的时候 被借掉到四川成都银行 平安银行四川成都分行 那么可能老看我视频的也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呢 跟原来的那个前妻啊 原配啊 这个分居 第二呢 这个尹科确实一直啊 就有方面去 这情感方面确实比较随意 那么跟那个中国建设银行 四川省分行 一个副行长的女儿呢 确实也擦持着火花 那么当年 就2006年 就是办这个中国建设银行 批给那个合计黄埔 这个南成都会的 这个6亿多的人民币的 正是我那个女朋友的父亲 那么我呢 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 2006年 李嘉诚去决定要开发 这个南成都会项目 那么呢 他呢 当年的时候 2006年 其实融资的成本 香港海外的融资 比中国大陆要低很多 李嘉诚先生准备了一切的手续 是从香港汇丰银行贷款 所有的手续办完 所有的手续办完 合计黄埔 地产成都公司呢 把这个内容呢 交给了成都的这个财政局也好 或者是银监也好 就是这个招商局也好 那么当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管人 正是当2006年 四川省 省委副书记 省长张中伟的 这个老婆舅 那么张中伟的太太 又在这个中国农业银行 四川成都的某一个 这个可能是四川成都的某一个分行 或者某个支行工作 那么当知道 李嘉诚先生当年贷款的是30个亿港币 30个亿港币 那么所有手续办完了 那么四川成都呢 就发现这是一块肥肉 因为贷款 其实贷款给合计黄埔 贷款给李嘉诚先生 基本是没有风险 包括现在香港啊 香港的各家银行 一听到这个常识要贷款了 一听到合计黄埔要贷款了 纷纷给钱 那更何况2006年 李嘉诚先生如日中天的时候 是吧 那么 由中国农业银行挑头 由香港的 就是农 香港中国农业银行 就农营国际 中国银行 香港 香港的叫做中营国际 中国建设银行 香港的叫建营国际 由这三家 贷款给贷款 其实当初的时候 含有工营国际 就是工商银行 香港 当年的时候 本来各自审核是各贷七个亿港币给合计黄埔 各贷七点五亿港币给合计黄埔 正好三十亿 对吧 因为四川省省委副书记 省长张忠伟 他的太太在农业银行 所以农业银行后来变成了十四个亿 就要扩 我们多带点 给带给李嘉诚先生 2006年 李嘉诚先生如日中天的时候 带给他 没有风险 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土地质押 当初 为什么2004年到2006年的中国的那个房地产涨的土地涨得很厉害呢 因为土地的财政 其实本来就是2004到2006一下子上涨 是吧 2010到2008到2010一下子上涨 涨了两波 是吧 如果今年 不是因为 如果2017 2018不是因为全球 中国金融危机 2019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 2020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武汉肺炎 CCP病毒 是吧 我相信2019到2020 又是一个很好的涨幅的年 是吧 那么 在那个时候贷款30个亿 港币给李嘉诚先生没有问题 那么后来大家进行了调整 是吧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香港贷的最多 其他几家缩 是吧 那么很快 就农业银行 就到了和济黄埔的账上 是吧 14个亿港币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到了和济黄埔的账上 各6个亿港币 一共26个亿港币 那么我告诉大家 你们现在去换算 当初的时候26个亿港币 正好折合多少人民币呢 26.21亿人民币 当年的汇率正好是1.01不到一点点 那么工商银行最后就没有跟上 工商银行本来含有五个亿 没有跟上 四个亿没有跟上 什么原因 公营国际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呢 我从香港的公营国际给李嘉诚贷款 但是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他们违规操作 银行违规操作 我直接给你人民币不就算了吗 我直接汇算完人民币 直接打给你不就完了吗 事情是这样一个事 我相信办理这笔贷款的人都活着 办理这笔贷款的人都有纪录 而且我相信香港汇丰 也有合计黄埔 这个南城都会项目的 这个当年的审批手续都在 我相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来证实的 那么也就是说 李嘉诚先生这里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合计黄埔 这个南城都会卖叫 那么宇宙集团和成都瑞卓置业 已经交付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 要卡里嘉诚先生的脖子呢 因为这笔项目卖的是78.47亿 78.47亿港币 人民币大约价值90亿港币 是吧 这笔钱按照正常来说 那么这笔钱 可以直接去香港 这个时候 我相信中共的权贵家族 特别是习近平家族 贾庆林家族 甚至江泽民家族 不乐意让李嘉诚先生在这个时候出走 合计黄埔的南城都会项目 它有2.33万个商铺 因为它那个项目很大 886亿地产 项目很大 有2.33万个商业地产 商业项目 那么据我所知 表面上 合计黄埔 南 成南都会 南城都会 卖了1.7万个商铺不到 实际上都没有卖 实际上都是 自己卖自己 左手卖右手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获得银行的贷款 也就是说 今天合计黄埔 成都 在那个南城 南城都会的项目的商业地产 是有大量的融资的 大量的贷款 大量的抵押 那么中共 就是要 李嘉诚先生 把卖了项目的78.47亿 人民币 还进这些商铺里 还进商铺了以后 那么这些商铺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资产包 可能它的价值要远超于 100亿 因为商铺是真正赚钱的 物业 那是升值的 商铺是真正赚钱的 那么这一批商铺 就被中共的权贵 习近平的家族 扣在中国大陆 那么 李嘉诚先生 你想跑 项目你能卖 钱我不让你出去 钱不让你出去 我没有合理性 没有正当性 我怎么办呢 我用你的盈利 本金我让你走 利润全部扣在中国大陆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什么原因 中共要出台这样一个政策 要把 要停止对李嘉诚先生的合计黄埔成都的一切这个金融融资啊贷款啊等等这个的策略 就是你要把你卖盘的钱全部还进商铺里 商铺给我留下 商铺留下怎么瓜分呢 将来再说 看你李嘉诚的表现 这就是敲诈勒索 这就是敲诈勒索 好吧 而且他说的非常的有正当性 当年的时候你是误盘 误盘 我告诉大家 886亩地一次性开发 别说李嘉诚了 三个李嘉诚 是吧 都扛不住 那是多少钱啊 是吧 肯定是一批一批开发 我所了解到一共是开发了八起 16年开发了八起 两年一期嘛 这个跟那个建造速度差不多嘛 是吧 这个很正常 当然我没有任何跪田李嘉诚先生的意思 好吧 那么我呢 把我所知道的事实 我所知道的全部 告知大家 那么如果大家还想我说点什么的话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宇宙集团 当年之所以能够发迹 那么跟贾庆林先生分不开 贾庆林先生 宇宙集团之所以能进那个上海 跟什么黄 跟那个陈良宇啊 是吧 还有跟那个谁啊 是吧 市长啊 是吧 都分不开 那么 今天啊 成都瑞卓置业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那么他的母公司叫做 重庆爱普地产 他的母公司啊 叫重庆爱普地产 那么重庆爱普地产 很多人啊 也不了解 也不是太清楚 也不是太清楚 那么重庆爱普地产的实际控制人啊 也不是非常的有名啊 叫做雷小阳 那么雷小阳跟谁很熟呢 跟徐明很熟 但是徐明出事 雷小阳却跑到了加拿大 那么加拿大 我就不多说了嘛 好吧 我是尹科 我希望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订阅 沃夫media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